热闹的火车站人来人往的大街 是过去所有斗南在地长辈心中最繁荣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在来到斗南的人数也渐渐减少 过去我海口地区的人 都要去顶铁头 南北都要来倒南借车 那时候设计人比较多 这里也很多理事 酒家 以前的斗南是一个很风光的点 所有运营县的重镇是在刚开始是斗南 斗南有很多的商家在这里 南北或水产海产通通是在斗南 为了让更多游客可以来到斗南 并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县府也向中央争取璀璨陀南之心的新建工程 并将车站周围一公里的范围来做交通改善 以及清创基地的成立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日常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以斗南火车站为一个核心 方圆大概一公里的区块 我们有11个公区 那重点会是在斗南站前的这个南侧的这个7到11号仓库 我们会打造一个 适于全灵生活的这个环境 那重点就是希望说 我们提供给斗南正名 还有甚至我们云南县的县民 一个休闲的场所 它是一个生活日常 客厅日常 运动日常 在这项计划当中 未来第7第8号仓库 也将规划作为青年创业基地 端南供水也积极在县内招募特色摊商 而第9到11号仓库 未来县府收益处也将会来进驻 从我们这里的古城口和花化 头前有两个城口 要作为清创中心 中午还作一个 那个工农室的工程 要给大家修正 给大家定名呈现的 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工程 还有下边9011号仓库 也可以选择我们 管车会社会处 也有一些社会福利的店 在这里来为定名服务 璀璨端之心目前总共有时间的青创业者 大家也将联合行销 并且也都非常期待 透过这次工部门的力量 让自己的特色产业能够曝光被看到 当初在讨厌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计划就是非常的好 它凝聚我们所有原理的在地业者这样子 不然我们大家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很多人会不知道 然后借了这样的凝聚力 然后在斗南火车站 以及他领悟这样配合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计划 那透过这个基地 我希望就是结合大家的一个力量 让进到我们斗南车站的游客 还有我们自己斗南的在地人 可以更加的认识斗南在地的产业 文化还有特色 斗南镇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自己的休闲场所 民众也反映若是假日要带孩子外出游玩 往往都要开车来到斗六或者是外县市 期待透过这次的新建工程 可以打造出一个属于斗南的特色景点 我们都要去摆位 前天到来到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地方 好可以让小朋友这里 其实拜六礼拜都要去摆位 谷坑有谷坑隧道 那我们斗南这边火车站旁边 如果有商圈有公园 就有一个我们特别有一个地标的地方 将美容的空地建筑改造再利用 打造一个全新的休闲空间 期待未来工程完工之后 不但在地民众或者是外来游客 都能有一个有气的场所 更是让青年愿意返乡工作 好 cool 好 cool 好 co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